好,看到说今天这种跌幅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而且今天盘中这么大量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这个跌幅又是这个带量的,会不会有助于盘面上的加速感底呢? 因为我们看到说很多,这个包括IC,IP股,还有像是在这个散热股群这里,本一比都已经修正到20倍,甚至是以下了,这里还不够便宜吗?下榜的支撑会在哪里? 那么就像刚刚说的,因为今天量也是同步的放大,所以这里是不是也有大户在进场来减股票? 今天来看到说这个台股延续这个股灾的蔓延,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周末飞来了三只黑天鹅,包括呢巴菲特的这个减股,这其实已经上一季的事了,还有在GB200延后出货,以及以一的这个战争的问题。 这里老师怎么来看待说哪一个才是真正最大的利空,那么现在这个利空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才做完全的消化? 对于说呢,在今天全职股的下沙,比如说像是鸿海联发科台积电,这里跌到这个位阶,是长线的买点吗? OK好,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第一个我觉得指数今天又在一个跳空在沙了,但是如果以我们从那个24416,这个位阶来算的话, 我这边跌下来,然后后来反弹,到那个8月1号的高点,大概22652这边,其实如果等幅来算的话,大概是2028多啦,大概是这个位阶,那今天稍微有点在杀破,这个,但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地方杀到这里,短线杀这么多,确实你说恐慌性的卖压会出来,其实我觉得早盘看起来,确实就是一个恐慌性的卖压。 那上个礼拜我们就一直在讲说那个融资的问题嘛,那融资再加上那个不限用途的借贷,其实我觉得到这个位阶,其实看起来,确实就是有一点血流沉海的感觉了啦,所以早上我也是特别打电话给券商的朋友说,现在砍仓的状况怎么样,他说哇,现在砍仓龄砍到那个,那个系统都挂掉了,这个系统都当机了,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这里建低点,我觉得 所以当然,这里如果要拆低的话,这个地方我觉得有机会,确实是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股票的部分可以分批来做一个承接。 然后甚至说,在这边,其实像上礼拜五我们在跟一些投资人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其实你真的跌个5%啦,上礼拜五跌个5%算是,你的持股还算强。 那今天其实,真的你没有跌停,你的持股也算是强,客观讲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你说,下半场有没有人开始进来做一些承接,我觉得看起来确实有这个感觉。 因为有一些股票确实现在跌停就慢慢开始打开了嘛。但是当然,还有些股票更多,应该说更多的跌停加速也进来,但有些就是早上跌停之后就打开。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反而是应该这么思考啊。第一个,如果未来几天有反弹的话,那你是不是适时的就要做一些太弱流强? 因为这一波杀下来,如果说你的持股跌个三成以上的,那我觉得可能就相对弱。 因为大盘大概跌个10多%,这样4000点的话大概20%左右啦,大概是这样。 那以这样的状况的话,如果你的持股多于大盘是很正常。但是多于大盘太多,然后又没有反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换股的一个机会。 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因为下差局量,通常这个地方应该低档也不远。 其实过去几次我们可以注意到,譬如说像今年的5月31号,那一天撒下来也是量来到6894亿。 然后另外1600点的那一波啦,有一个低档,有一个那个长黑带量的是大概多少?大概7239亿。 那现在的预估量是来到7016亿。 所以看起来是属于一个相对高的位阶。 不过当然还是要看收盘的状况。 那跌到这里,其实是跌破半年线嘛。 然后这个地方你说,有些人开始今天就在讲说,哇那要跌到年线啊等等的。 其实客观讲,我会觉得这个位阶,2万点上下的这个位阶,其实是有比较长的一个支撑。 因为回到那个时间点的话,那个时间有好几次都是,哇上去2万就上不去,挑战2万就下来。 所以2万就是一个大的关卡,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2万点这边守住的话,开始逐步的做一个足底,我觉得几率是高的。 然后但是呢,这个周末从上周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很多鬼故事出来嘛。 比如说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啊等等的状况。 这个地方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 首先美国经济衰退到底有没有衰退呢? 我们用,因为其实这个周末有朋友跟我讲说,有些数字看起来是更乐观的啦。 但是有一些我们查到的数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当然第一个,大家知道我们美国第二季的GDP的成长是2.8%。 然后第一季是1.6%。 如果以我们讲分项,就GDP的那个用那个支出面来看的话, 叫C加I加G加X-M嘛。 X是出口,M是进口。 所以-M的话意思是进口是那个GDP的负向。 那第一季的那个进口市段,成长迹增年率是10.5%。 对,10.5%。 然后到了第二季的时候, 其实那个进口的那个数字变成是13.9%。 那你就回头来看嘛。 那个Q2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2.8%。 然后Q1是1.6。 那意思是说,其实进口这个负向还在大幅的增加。 但是你第二季的GDP是从1.6%成长到2.8%。 OK,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 重要的点。 意思是说,其实你真的还在大量进口,那进口什么?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能还是那个H100,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对于美国而言,H100这些高阶的晶片都是进口的嘛。 都是台湾这边进口的。 所以说从CSP的业者来看的话,包含像Google。 那个法说会的时候也说,也说到。 对于AI的投资,投资不足的风险比投资过剩的风险高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我会认为问题不大。 但是大家就延伸到说什么,回答是输货延迟。 这也是周末传出来的。 礼拜五传出来的一些鬼故事。 但是这个地方坦白说,之前我们在研报上面就跟大家提醒了。 什么时候?大概是7月18号的时候。 因为7月18号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有提到说, 讲鸿海的外资研究报告的时候就说, GP200可能会上市,新平台上市会遇到一些问题。 结果这个礼拜五,我就说怎么样怎么样,很惨很惨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问题,如果你是有科技业的朋友的话, 你大概可以问一下。 因为通常新品要上市之前,就一定都会有这种debug的过程。 所以说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问题,不OK,我觉得是正常的。 并不是说太特别的现象。 但是以台关的供应链,这种debug的能力, 其实我会觉得问题不大。 即便是真的延迟到明年的第一季代出货的话。 其实我认为影响可能会主要在于哪些人呢? 因为回过头来,上礼拜包含超微的法说会,也说得不错。 超微卖得好的是什么?MI300。 MI300对应的是徽达的H100, 就是现在在量产的产品。 所以MI300也能卖得不错, H100也不会卖得不好,客观讲是这样。 再来,如果GP200这边是延迟的话, 那当然甚至还有可能什么? H100的销售的生命周期会不会更长? 这是一个点。 但是当然如果以大型的,我们讲七巨头, 他们真的要投资AI的话, 我认为以他们的格局可能还是会希望买到先进的。 所以就是往GP200这边去买。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稍微延迟的话, 其实我认为就像我们刚刚讲Google这边提到的, 一定还是持续投资,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大不了就是稍微延迟, 稍微延迟。 那这个地方你说股价稍微拉回合不合理, 那当然也没有问题,如果这样对照的话。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认为AI的这个产业趋势, 也不会说因为GP200不能出货, 产业趋势就没了嘛。 这一听就很不合理啊, 所以这个地方从基本面的角度, 我认为先不用太过的影响, 太过的悲观。 那另外的角度, 那当然你说中东的危机升温, 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因为目前新闻上在传也是说, 伊朗最快今天就会攻击以色列了。 坦白说中东的危机, 这本来就是百年以来的故事了嘛。 你说这一次真的打起来, 然后呢? 那之前也有一波嘛, 有一波就是快要打起来, 那时候我们还看很多相关的新闻等等的。 那确实以以色列的角度, 其实就我们外人来看的话, 其实以色列本来就是全民皆兵, 确实就是如此。 你说真的打起来影响多大? 其实就是中东那一块。 中东那一块当然你说出货, 它的出海口, 红海、黑海这边。 这边的出口当然是影响到所谓的, 可能是原物料这边比较多。 那当然你说从中国进欧洲的地方, 有些会从这边, 然后进入到地中海。 那这个地方过去就遇到过了嘛, 之前还有红海危机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坦白说你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也不是无解啦。 毕竟你说以哈开战, 如果是中美开战, 可能真的全世界就完蛋了。 但以哈开战, 我觉得问题可能没那么大。 所以你说从基本面来看,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 我反而会回头, 可能会是日本升息的这个影响。 这个地方我反而会觉得说,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从这个日本升息影响, 有同学在问我以来, 一开始我也觉得还好。 因为实际上那时候, 我们看一些研究报告, 他们也是说, 其实日元的升值等等等等, 从基本面的角度, 因为那个报告是讲说, 从产业的角度, 从出口的角度来看嘛, 他觉得影响不大。 但是你说实际上来看的话, 很多人开始后面就提到说, 其实因为过去, 从08年以来, 一路降到零利率, 那时候谁最强? 就是日元最强嘛。 所以很明显, 国际资金还是有一个, 互相的拉扯的流动。 那这一次如果日元, 是有一个强生的状况, 那就代表什么? 那可能过去十几年, 以来做carry trade, 或者是做套利交易的人, 那这些从日本借出来的资金, 会不会真的就回流。 那这个地方, 因为规模我们估不出来, 这确实我们现在规模是估不出来的。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几个消息里面, 我认为可能日本升息的影响, 反而是最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这个地方, 从基本面的角度, 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OK, 那我们再回到台股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今天我觉得算是无差异的沙盘, 等于是说什么都沙嘛, 对不对? 你说包含什么食品类股, 也在杀, 我就觉得奇怪, 干他们什么事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略为过分的一点。 那这个角度, 当然来看的话, 重灾区当然还是在电子族群,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说连台积电都跌了7点多%了嘛。 但是实际上, 在前几个礼拜, 我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的策略可以用金字塔型的买法, 950可以先买第一笔, 然后900可以再买, 然后间跌到850我认为可以再买。 我大概用1比2比3, 这种资金的比例去做一个逢低, 去做一个承接的动作。 那刚好现在就来到850以下了嘛。 坦白说我认为这边, 应该也是一个可以进场, 去做一个承接的动作。 我觉得概念上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鸿海的部分, 鸿海今天当然也是大跌, 目前是跌停的状况。 其实这个跌停的位置, 其实也是重跌了大概是5月份, 整理平台的位置。 目前也是靠近半年线。 当然以鸿海的角度, 过去真的是涨很多。 涨了这么多之后, 你说一个比较急的拉回, 会不会OK。 其实我觉得这个拉回的位置, 刚好遇到前面的平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反而可以注意一下, 有没有机会做一个止跌。 然后再来, 我们从航运的角度, 其实航运当然你说中东危机这边, 航运已经最受影响嘛。 所以航运疲弱当然就没有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像金融股。 其实金融股今天也是, 也是杀得很凶啊。 所以这边要注意的点, 就是我们提到的像议员的问题。 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有资金, 去做一个撤退的动作。 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你说2880, 华南京, 其实你说今天跳空开低, 杀低之后, 其实点到稍微跌破际线, 到目前也是收一个长的下影线。 然后看起来整个金控族群, 基本上大家也都是收下影线。 所以就目前的状况, 是不是说第一个, 关谷券商是不是进场救援了? 或者是说, 真的是趁市场恐慌的时候, 来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状况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近期的融资, 融资的问题。 因为融资可能还有不限用途借贷。 那这两个部分, 会不会变成一个多杀多的格局。 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晚上看起来, 确实真的是融资多杀多的话,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周, 可能就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刚刚跟同学在聊天,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嘛。 他说, 黑色星期五, 现在变黑色星期一。 不知道会不会变成黑色一星期的。 但是OK, 我觉得几率基本上没那么大。 所以到这边, 跌下来, 是不是有机会在低档做一个反复主体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反复主体的话, 那这个时间点反而就是应该开落流墙。 因为其实基本面没有变的话, 我认为后续, 应该是要站在买方, 来做这样的思维, 会是比较合理的操作。 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这里呢,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不过, 刚刚老师提到说呢, 在现阶段呢, 这个金融股这边, 今天也是面临到了很大的这个修正。 看到说呢, 现阶段难道这个最大的, 因为其实日元才升值, 应该说这个日本央行才升值第一次。 这里是成为这个盘面上最大的黑天鹅吗? 这个部分老师怎么来看待? 如果说相关比较避险的这个股票, 比如说相关ETF, 所以老师怎么建议布局? 还有就是讲到日元升值, 还是有受惠? 比如说工具机这里老师怎么看? 其实, 就那个出口的角度来看, 你说工具机会不会受惠? 客观讲是OK啦, 这个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从基本面, 从产业面的角度去做思考。 但是我们提到,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点是什么? 反而是国际资金的流动,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说实在话, 我们目前看到的数据是无从推估, 因为这个真的就十几年, 快要将近20年以来, 全球的资金的流动。 然后这个地方你说可以注意什么? 其实当然你说反向的一些美债啊, 是不是OK? 甚至今天这样跌下来, 如果你是更积极的人, 那我觉得, 其实甚至你可以去思考什么? 就是T50的震恶, 因为你急跌之后会不会遇到几涨? 我觉得这个几率也是相对高的。 那你当然对于保守型的投资人, 那我觉得你适时的做一些古代的搭配, 我觉得也是OK。 但是今天说真的, 你债券真的是大涨了。 所以你说债券的角度, 其实我们应该是从哪里啊? 从去年的应该是七八月, 我就说应该可以持续的定时定额去买。 所以债券这个地方, 因为第一个它波动没有这么大, 你说在一个点就去买进去, 我觉得意义不大。 所以债券的部分, 其实我认为是可以持续的做定时定额, 因为你每个月都会有薪水, 都会有现金流。 那你是去做一个电时定额的买的状况的话, 进入到一个降息循环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觉得中间都还有一些, 可以获利了结的部分, 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